向我们推进 那刚才也介绍了 受到这个风暴潮和天文大潮 两种因素的影响 今天的潮水不仅速度快 而且潮头也是特别高 那么在这种潮水的影响之下呢 还有 现在这个画面啊 是我们在地岸上追潮车所拍到的画面 从一个更加平视的角度 沿舱大坝 潮升是越来越大 我现在要跟大家说的是 老沿舱大坝的高度是达到了9.2米 已经有一部分的潮水 是翻上了老沿舱大坝的顶端 那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人在顶端关潮 是非常的危险 现在在江中心形成了第一波的回头潮 始建于清代的老海棠的第一层的平面 回头潮已经是扑上来了 在上面横冲直撞 您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站在这里关潮 或者说有渔船在这的话 都是非常的危险 接下来在老海棠的拐角处 有一个90度的直角 在这里将会形成冲天潮 我们在这个速度 直接是铺上了始建于清代的老海棠 横冲直撞 完全地漫过了老海棠 好 我们现在看到潮水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了 那由于今天的潮水是特别的大 也是异常的凶猛 所以我们的直播设备 也是特别的后退了有十米之远 这样也是在确保更加安全的情况下 让大家通过电视这样一个更加安全的角度来观潮 我们现在看到潮水行进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现在潮水和我们的追潮车是齐头并进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依然是直升地新的话 可能会发现除了在部分的名设的上面 谢谢大家